大家好我是苹果妹 今天呢要来教大家如何用你的iPhone来扫描文件 证件还有怎样在上面加上你的签名档 相信大家呢时不时就会遇到必须要扫描文件的情况 连我也不意外 然后最近呢因为家里要办一些事情 然后刚好需要用到扫描这个功能 我就想起来了 其实iPhone里面自己也有扫描的功能喔 而且它跟一般的iPhone里面的相机是不一样的喔 它会经过特别的处理 所以它的文字会特别的清晰 所以不管你今天是要扫描怎样大小的文件啊 合约甚至是你的一些证件 像是身份证啊护照 都可以用今天我教的方式来进行扫描 还有呢后面我也会教到 怎样在这个扫好的文件上面加上你的签名档 就是直接在手机上面签名 真的会非常的方便喔 那在iPhone上面扫描文件呢有两个方式 一个是用档案 然后另外一个是用备忘录 那如果你不知道你的档案在哪里的话呢 你就到你的这个桌面的最后一页 会是一个App资料库 上面的搜寻栏你就打档案 那就会有这个档案的这个App 然后你就可以把它移到桌面上 就是这样子长按 然后把它拖曳到桌面上这样子 那这两个方式插在哪里呢 其实就只是最后它储存的地方不一样而已 那你不管存到哪一个地方 你最后都可以进行搬移或是传送 所以其实两个是差不多的 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先看一下 要怎样用档案 里面来建立你的扫描文件 先找到你的档案之后呢把它打开 然后你应该就会看到这个浏览的画面 然后点选一下你的iPhone 或者是你要用iPhone也可以啦 点选一下我的iPhone 然后进来之后呢 你就会看到右上角有三个点点 那这边你可以决定一下你要不要建立一个资料夹来放你的文件 如果你要的话你就在这边点三个点点 然后选新增资料夹 那这个资料夹建立好之后呢 点进去我们要来扫描文件了 那首先呢先确认一下你是在一个灯光量好 然后平面的位置 然后你扫描文件的时候要确认一下你是在它的正上方 然后按一下右上角三个点点 然后点选这边有一个扫描文件 点进去它就会出现一个像是相机的画面 然后看一下这上面有哪些选项 右上角有一个自动 代表说它会自动抓这个文件的范围 然后把它拍下来 那如果你想要用手动抓的话 你就按一下这个自动 它就会变成手动 它就变成手动 然后再来呢 这边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闪光灯 就是如果你今天是在一个光源不足的状况的话 你就让它开启自动这样子 那如果你不想要闪光灯你就把它关闭 然后再来呢 这个右边有一个滤镜的这个选项 这边你可以选择说你想要彩色文件 或者是灰阶黑白 那这边选好之后呢 我们回到这个画面来看一下 例如说我现在是手动模式 那它其实随时都会有一个蓝色的框框 来确认你是不是 现在对焦的位置是正确的 那抓好之后呢 你就按一下下面的这个拍照键 那我现在拍好之后呢 你会看到这个画面它这边有四个圈圈 你可以去移动它的范围 那你也不用担心说 它拍完之后不是一个长方形 因为它好像会自动帮你调它的大小 变成一个正常的 可以列印的范围这样子 所以例如说我这边呢 有一点拍到外面了 那我就去移动这个圈圈 然后把它移动到这个白色的范围内 像这样子就是把四个圈圈都移到你的 文件的范围内之后呢 按一下保留 然后这边呢第一页就完成了 那接下来我们要拍第二页 那拍完之后呢 例如说你今天有很多页 两三页之类的话 它会全部拍完 然后形成一个档案 一个PDF档 那现在例如说 我想要继续扫描第二页 那我就换页 然后这一次呢 我试试看用这个自动的方式 那我刚才自动拍完了 它没有让我看预览图 那如果你要看预览的话 就按一下左下角的这个图片 点击试之后呢就发现说 其实自动它不会帮你修剪边缘 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开手动 那手动它拍完之后 你就可以立刻去调整它的边缘 那现在这一张我不是很满意的话 我就按一下右下角的这个删除键 或者是你想要修改边缘的话 你可以按一下左下角的这个裁切 然后裁切你就可以像刚才那样子 四个角角去对它的文件的边缘这样子 那这边我来看一下我们刚才扫完的这个文件 下面呢你可以去做修改 例如说你想要去做裁切啊 或者是你想要把彩色改成灰阶啊 黑白等等的 然后这边可以去做翻转 例如说我现在做一个翻转 那我们来看一下细节 这边这个文字就是非常的清楚 因为一般我们拍照啊 有的时候因为这个光线的关系 所以它的文字会被影响到 就有点模糊之类的 那用这个方式去做扫描的话 它会做一些特别的处理这样 那调整完毕之后呢按一下完成 那现在例如说我这份文件扫描完了 我就按一下右下角的储存 然后这样它两页就会变成一个文件 那现在我们来试看看扫描证件 例如说我这个是我的身份证好了 那我就一样按一下右上角的这个三个点点 然后按扫描文件 然后像刚才我讲 其实我不太建议大家用自动 你可以开手动模式 然后你们看它如果有对到点的话 你的文件会变成一个 有蓝色框框的样子 例如说现在呢我已经有对到我的点 那我就按我的拍照键 拍完之后呢 一样它会出现四个角角 然后你就去把这个四个圆圈拉到里面 然后按一下保留扫描档 我们来看一下它扫描的这个结果 它扫的真的非常的清楚 然后满意之后呢 你就按一下左上角完成 那刚才你扫描的这个证件呢 它就会储存成一个PDF档 那现在扫描完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怎样帮你的这个文件 加上签名档 就是直接在上面签名 点进去之后呢 按一下右上角的这个画笔的符号 然后按一下下面的这个加号 里面呢就有一个签名档 然后按一下这个签名档 里面呢它就会让你去用手指来做签名 那你就在这边签你的名字 例如说我现在随便签 然后按一下上面的完成 然后它就自动出现在你的画面上了 现在呢例如说我要把我的签名 放在这边的话 我就把它移动到这边 然后我可以拖曳四个角角把它缩放 就是点这个圆圈 然后它就会缩小 然后把它拖曳到你要签名的地方 这样就完成了 那如果你想要把它做删除的话 你就长按这个签名 它就会出现删除 或者是说你一份文件里面 要签很多次名的话 你也可以复制 然后复制可以一直复制 然后你就可以这样子 然后把它拖曳到你要签名的地方 然后做一个放大缩小 就可以一次签很多名 这样子 那以后如果你要签署其他文件的话 你就是一样按加号 然后签名档 你之前签过的名字 就会出现在这边了 签完名之后呢 我们按一下左上角的完成 这样子就完成啰 那现在呢 如果你要把这个文件传给别人的话 一样就是点进去 然后按一下左下角的分享键 那这边你就可以去选取 你想要传送的方式 例如说你要用LINE啊 或者是用邮件都可以 那现在例如说 你想要把这两个文件同时分享出去 像是寄给别人啊 或者是用LINE的话 你就按一下右上角的三个点点 然后这边有一个选取 选取 然后把它选起来 两个都选起来之后呢 下面有一个分享键 这边你就可以直接把这两个档案 同时分享给别人了 那现在呢 我们这个是已经储存到我们手机里面了 我们要来看第二个方法 就是用备忘录的方式 先去找到你的备忘录 在这边备忘录 点进去之后呢 按一下右下角的这个新增文章 然后这边呢 按一下这个相机的符号 相机 这边就有一个扫描文件 点进来之后呢 就跟刚才的画面是一模一样 那现在你可以看到呢 它的这个框柱的区域 从蓝色变成黄色的 就是如果你是用备忘录去扫的话 它框柱的地方是黄色的喔 然后框柱的地方 对了之后呢 你就按一下这个拍照键 这样子呢 它就会变成你备忘录里面的一个文件 而且这个备忘录 有一点恐怖跟厉害的地方 就是它会自己去读你上面的文字喔 就是我昨天有扫另外一个文件 然后扫完之后 它上面的标题 你直接就变成那份文件的标题 然后我发现 如果你是用备忘录扫描这个文件的话 它多了一个功能 就是它可以直接进到这个档案里面 去做新增其他页的功能 就是你今天扫完之后 你发现你这个档案里面 少了一页的话 你就直接进到这个档案 然后按一下左下角的加号 它就可以继续扫了 那现在例如说 你想要在这里面加 你的签名档的话 就按一下右上角的这个分享 然后按一下标示 然后按加号 这边有一个签名档 这边你就会看到你刚才已经签过的 或者是你要新增的话 它就会出现那个让你签名的画面 签完之后呢 它就会让你就是做一个摆放 然后你也可以去把它放大放小这样子 然后摆完之后 例如说我现在签名要放在这边 然后就按一下完成 那现在呢 例如说我想要分享这个档案的话 我就再按一次这个分享键 然后一样你就去选择你想要分享的方式 像是email啊 或者是你要用LINE传出去都可以 然后如果你要帮这个文件重新命名的话 你就按一下上面的这个标题 它这边就可以重新命名 分享出去的时候 它的标题就会是这个 那比如说现在备忘录里面呢 有两个扫描档 然后你想要直接传送这个备忘录 整个备忘录的话 你就按一下右上角的三个点点 然后里面呢就有一个传送副本 然后里面呢 你就可以去选择你想要传送的方式 例如说你今天是要写email的话 你就点进去 然后这个email的内容 就直接会是你的两份文件 用LINE的话 它就会变成 你里面有什么档案 它就直接丢上来这样 那现在呢 例如说你想要把这个备忘录里面的这个资料呢 把它储存到你的手机里面 一样你就是点进去 然后按一下分享键 然后这边有一个储存到档案 你就选这个储存到档案 这边你就可以把你的档案 储存到你的手机里面了 也就是我们第一种方法储存的地方 那选择好资料夹之后呢 你就按一下右上角的这个储存 这样子就完成了 好那我们今天呢 用iPhone扫描的教学就到这边 不知道大家我们顺利的扫描成功呢 记得在留言区跟我讲喔 另外呢 如果你有任何想要学的iPhone教学的话 也欢迎在留言区跟我讲 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苹果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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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